为什么中医上说这个精不足则多欲 气不足则多食 血不足呢多眠 中医上认为啊 人体内的精气血啊 是维持人正常生理活动的基础物 他们呢相互依存相互制约 共同维护着人的健康 然而呢 当其中有一种物质不足的时候呢 人就会出现相应的症状和反应 其中就所谓的精不足则多欲 气不足呢多食 血不足呢多眠的说法 那针对这几种症状和反应的概括呢 下面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解释一下 这几句话的含义啊 其实头条上很多也有解释了 当然了个人认知可能不大一样 第一呢我们说精不足则多欲 精不足多欲呢 就是指当体内这个精气不足的时候呢 常常会出现这个性欲望亢奋的这种情况 在中医看来啊 这个精气是维持人身体正常生理活动的一个物质基础 当然这个精气呢又分先天之精啊 后天之精 我们所谓的先天之精呢 可能是欲生俱来的 生之之精 后天之精呢 就是我们饮食啊 包括这个呼吸啊 带来的这种水谷精微 我们称之为后天之精 当先天之精不足的时候呢 就容易出现这个性欲亢奋 当然我们说这个先天不一定是欲生俱来的 就是说它能够存在于肾里面的那种精 这个呢 如果不足容易性欲亢奋 当然了这个精气不足的时候呢 还容易出现这个腰气酸软呢 因此说这个过度的重欲就会导致这个精气的损耗 从而引发一系列的身体不适 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粉丝朋友提到这个问题 我给他举例子 你这个精你比作那个锅 如果说锅里面有水 你那个锅滚的时候呢 如果见过那个大锅的就知道 它反而不想 越是锅里面剩的水少 那个响的程度越强 其实这个就是很能反映所谓的精不足的多欲的情况 因为很多粉丝朋友说这个问题嘛 哎呀 总是一看就有想法 结果呢 通房的时候呢 什么也干不成 这个就所谓的精不足的多欲 欲多 但是呢 它又不能通房 这是这么一个问题 第二个呢 所谓的气不足的多食 所谓这个气不足的多食呢 指的就是身体内的气不足的情况下 出现食欲扛进的情况 在中医看来这个气啊 也是维持人身体正常生理活动的一个物质之一 我们说这个气呢 既有外面呼吸的气 也有人体所谓的正气 另外我们气呢 分很多种 这个气呢 就具有推动啊 温序防御固色的作用 所以我们中医里面有胃气 营气 包括这个血气等等吧 所以当气不足的时候呢 人体的消化功能呢 就会受到影响 这时候呢 出现这个食欲扛进 这什么原因呢 就相当于说 你的心脏感知不到你吃的东西 因为这个心脏功能不好 好的临床来这就是 哎呀我吃的也不少啊 但是一直要吃到饱一点 然后呢 才能感觉到不饿 其实不是正常人的话 这个皮肥率里面说过 过食而不及 能食而肥 这个是一个正常的气 如果说你这个心气不足 它常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吃了一些东西 没有及时的转化成营养物质 所以说心脏感知不到 这个时候它反而觉得饿 最典型的 你像糖尿病这种情况就是这样 你一会儿不吃 它可能就慌 此外呢 我们说这个气不足呢 还会导致身体的疲劳 你比如说这个皮筏呀 包括这个皮筏无力呀等等 因此呀 我们说这个过度的饮食 反而会增加肠胃的负担 你增加了肠胃的负担 在消耗这些时候呢 反而更加剧了心脏空中的负担 所以这个呢 它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你吃的少 它感知不到 你吃的多 它就更增加负担 所以呢 更会引起身体更多的不适 第三个呢 我们来说说这个血不足的多眠 血不足多眠呢 就是当这个人体内的血液不足的时候 我们常常实现嗜睡的情况 其实这个也很简单 你想有个嗜血性休克 当然那个是比较偏急的那一种 中医看来呀 这个血液呢 也是人体的一个重要的组成物质 它具有营养和滋润的作用 所以啊 当如果感觉到血液不足 我们中医所谓的血液不足 不是你体内的血少了 这个一定要明白 这个是血气的意思 所以呢 人体的神经呢 就会受到影响 从而出现嗜睡呀 乏力呀 头晕呢 其实我们中医这叫血虚 就是这个病名 另外这个血液不足呢 还会引起这个心脏贡献不足 从而引发这个心肌呀 胸闷呀 等等吧 因此呀 所谓这个过度的睡眠 不仅会增加这个身体的疲劳 还会导致这个气血的损耗 所以我们说这个酒卧伤气 这里面的气 有气血的气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你学会了吗 咱们下期也接着讲 大家有什么健康问题 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 观众王医生 一起做中医传承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